Hello大家好,我是奶爸 今天咱们说一说硬金 硬金是什么金 以及硬金和足金有什么区别 那么硬金是一种含金量超过99.9%的黄金 和市面上大多数的黄金饰品的含金量是一样的 之所以会叫硬金 是因为硬金的硬度要高于普通黄金饰品 我们要知道黄金很软 而硬金的硬度却很高 这是因为硬金采用了新的工艺制作 那么叫做黄金电柱工艺 这种工艺可以将黄金制作成一个中空的金属壳 那么这个金属壳很轻很薄 但也很结实 硬金的优点是可以制作出更多样化和精美的款式 而且不易变形 不易磨损 硬金的缺点是价格会比普通足金高一些 因为需要加上工艺上的附加值 而且如果要回收或卖出硬金 只能按照实际的刻数来计算 而不会考虑工艺附加值 所以如果您只是为了投资或购买黄金 那么硬金可能不是最划算的选择 总之硬金是一种纯度很高 硬度很好 款式很多的黄金饰品 如果您喜欢时尚和大气的黄金首饰 那么硬金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硬金和足金有什么区别呢 硬金和足金的区别主要在于工艺和硬度 足金是指含金量为99%以上的黄金 是最接近黄金天然特性的一种材质 足金是质地柔软容易变形和磨损 而且款式设计受到限制 硬金是一种含金量超过99.9%的黄金 也属于足金的范畴 硬金的特点是采用了黄金电镀工艺 使得黄金制作成一个中空的金属壳 那么这个金属壳很轻很薄 但也很结实 硬金的硬度要高于普通的足金 可以制作出更多样化和精美的款式 而且不易变形和磨损 硬金的优点就是可以满足消费者 对时尚和个性的需求 而且含金量也很高 硬金的缺点就是价格会比普通的足金要高一些 那么硬金的价格是多少呢 硬金的价格是在黄金价格的基础上加上它的工艺费 因为硬金在技术上比黄金首饰需要耗费更多 所以在工艺费上要贵上60到100元每克 具体还要看硬金的工艺复杂程度和品牌影响力 比如如果黄金价格在400元每克的话 那么硬金的价格大概是在460到500元每克之间 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参考价 因为黄金的价格每天都在变动 具体还要看您所在的地区以及购买渠道不同 价格也会有所不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 我是奶爸 咱们下期再见